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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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去春約會 我走過的孤獨很黑 難忘那一刻 你走進生命的瞬間 我不是你 我心裡竟是沒有理由 被換的註定 在我的降溫中 你在哪裡 如此的驚喜 沒有屬於 你是我的你 Oh 我不是你 我性命中 你給的每個 考驗和奇蹟 在我的蒼亂中 而是靈靈 是否願意 張開手 你回應 Oh 我不是你 我來幫你啊 我可請不起余大少爺替我工作 你還是高抬貴手 免得髒了你的衣服 替你工作 我不會受酬勞的 我讀江湖 你貼海報 我們分工合作 多快啊 你看 不要白費心機了 我這個人呢 這是新常印 你對我好十倍 我都不會對你改變態度的 那你也別浪費口舌了 我這個人呢 很有耐性 就算你對我冷漠十倍 我對你的態度 永遠不會變 我直接不一目 TA啊 好險 不要走 好險 我走這兒了 太快了吧 你怎麼回來了 太太太太 太太太太太 太太太 好險 你這個小鬼 趕著偷胎啊 我自己活不成 還有給我什麼麻煩 人的傷了 還在這說鬼話 並沒有人心 是他自己早死 愿不逗我 我告诉你 赶快送他去医院 我没空 叫我自己去 他伤那么重 他还能走吗 别让他装不断给骗了 说不定是他自己抓我的车 小便宜要费呢 别走 我们去找学部来贫理 臭丫头 是不是早走啊 你说什么 还不敢跟他道歉 老子我今天不会饶你 他说 你忍一忍 站着干嘛 过来扶人哪 来 丁人认邀大叔 车怎么了 拿不着火了 你的车呢 在那边 用你的车送他去吧 好 大叔来 快点啊 好 医生 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的左腿可能要锯掉 我不要 我不要锯 我不要锯腿 我是拉车的呀 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啊 我不要锯腿 我不要锯腿 我 哎呀 我不要锯腿 我是拉车的呀 医生 我不饭 我不要锯腿 redu 我不要锯腿 让锯腿 我不要锯腿 我不要锯腿 我是个拉车的呀 我要走 我要离开 你冷静一点 如果不动手术的话 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不要呀 我不能跟我的腿呀 我是拉着的 我不能没有腿呀 你知道我怎么拉着 不是死了算了 大叔 振作一点 你不是说过吗 你还有三个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死了 他们怎么办呢 大叔 你一定要振作一点啊 大叔 我先休息一会儿 你有没有带钱 有 可不可以借我一点 这点就够了 谢谢啊 大叔 你在这里安心为养兵 这儿的钱 拿去给你的家人 他们的生活暂时 不会成问题的 你放心好了 于少爷 于少爷 你找雷小姐吗 是啊 她有没有来过 她等着不耐烦走掉了 她有没有说什么 你说呀 你别给我吞吞吐吐了 她 她说给我交那个 爱牵刀的 吃矿鸡撑死好了 谢了 你根本就不重视我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一刀两断 以后别再来找我 你别生气嘛 比我们的约会 救人性命不是更重要吗 如果你真的爱我 还有什么比我的约会更重要 那扯服的性命算得要什么 看什么看 还不快滚 去当你的烂好人 做你的大师英雄去吧 好了 都是我不好 我向你赔罪好吗 靠时心肺 我答应你 以后无论如何 都把你放在第一位 无论是天大雷批 付汤到火 我都准时 付雷大小姐的约会 这样可以了吗 好吧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雷大小姐 在下感激不尽 明天晚上 新乐总会 有一个化妆舞会 你去不去 雷大小姐的吩咐 我哪敢不去啊 可是化妆舞会 我化成什么 你呀 这么讨厌 化成乌龟好了 乌龟 乌龟不好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 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我做 现在这么小小的要求 你还推三阻四 可见你以前说的 都是谎话 好好好 乌龟就乌龟嘛 反正是化妆舞会 我明天晚上来接你啊 不用了 明天晚上 我想给你个敬请 好 大看 好 好 子军 找我有事啊 是啊 我有个朋友呢 想参加化妆舞会 还想打扮得特别 对了 小峰 这样就对了 他知道 我认识杂技团的人 所以托我来问一下 看有什么服装道具 可以借他用 你想借什么服装啊 你有没有那个乌龟的 乌龟 你 郁畅士 tak 渔创世 各位 各位大家请不要意外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天大的面子 请来了渔家的大少爷 渔创世先生 来给我们表演祝幸 渔先生非常的有心思 今天特地打扮成了 一只乌龟的 来逗大家开心 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嘛 热烈一点 请问渔先生今天准备了什么渔性节目来给大家祝幸呢 渔先生说要跳舞于兵 那么我就作为渔先生的舞蹈嘉宾怎样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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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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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衣服 不是说借给朋友的吗 别说了 我来帮你脱吧 来 怎么会弄成这样子呢 后面 有没有 别说 你等等 我拿个毛巾 来 你说你那么着急 把衣服还给我干嘛 下那么大雨 一定会冻出病来的 先把头发擦一擦 对 对 慢点 对了 就这样 不错 对 不错 慢点 对 你找谁 我是替我们孙少爷给沈同家送花的 给我们孙班主送花 小孙уг 打跑 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吹 冲 送了吗 送了 小冬 我要去医院看一下 改天再替你拍照 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是死是活 怪你什么事啊 死了更好 省得你再花时间花精力找到报仇 我不许你去 我倒要亲眼看看 他是死还是活 你给我回来 你要是走了以后 你就再被他找我 那么不小心 别动啊 跟个男孩似的 行 你别动 余少爷 找我还是找子军啊 我听说子军受伤 来看看他的伤势 来来来 没什么大事 死不了的 有心了 祝你早日康复 哎 那个交给我吧 我去找个护士弄个花瓶的 你明白吗 哥 我听阿姨说 你的脚肿得像猪蹄子 怎么搞的 谁说的 有那么夸张吗 你看 就脚踝这儿受点小伤 医生说了 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了 吓死我了 我受伤 你紧张什么 我关心你啊 我真没有什么大事 你走吧 你不喜欢见到我 我真的都是为了你好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真的 赶紧回家去吧 好吧 那我不妨碍你休息了 我明天再来 明天也别来了 我真没有大事的 我真没有大事的 这么快走了 是啊 我还有点事 我明天再过来 好 哎呀 想不到我们沈家二姑娘 今年桃花特别旺盛哟 简直是应接不暇 你胡说什么 其实啊 这个创世 它本质没那么坏 就是从小给惯坏了 有点任性和冲动 她是好是坏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 你真的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自己拍龙腹风还不够吗 哦 还得带上你这个妹妹 一起送到瑜伽去啊 行了行了行了 再说下去又要翻脸了 我知道啊 我妹妹的真命天子 是那位来福哥 对不对 嗯 不要别了 先生买一个吧 先生买一个吧 好不好 先生买一个吧 挺便宜的买一个吧 三毛钱一个很便宜的 买一个吧 买一个玩一碗嘛 先生买一个嘛 先生买一个嘛 先生先生好买一个好不好 你好你也好吧 买一个玩一碗嘛 三毛钱一个很便宜的 三毛钱一个很便宜的 买一个好不好 先生买一个吧 买一个吧 你买呀滚开 你干嘛要对我 我的娃娃都糟了 你干嘛要对我 好不哭了不哭了啊 你为什么要对我 对不起啊对不起 来叔叔把你的公仔全部买下来 好不好 真的吗 来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谢谢叔叔 这些公仔都给你了 没事吧 没事 谢谢叔叔 这些公仔都给你了 叔叔再见 再见 好 好 好 birthday 小姐 你找谁 找你 我不认识你 我是于创世的表妹 我姓雷 我记起来了 那天晚上于创世开枪打 是你的 他开枪打死的是我以前的爱人 不知道雷小姐找我有何贵干 还算有几分姿色 不过跟我比起来 还差得远了 你为什么不拿面镜子照照自己 你以为于创世真的会喜欢你吗 那你未免太天真了 他喜不喜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于创世真正喜欢的人 是我 我看也不见得 他要是真喜欢你 何必一天到晚跑过来缠着我呢 你真的相信他的鬼话 实话实说 我倒看得出来 他挺有诚意的 你以为他真的是喜欢你 才故意追求你的吗 告诉你 你上当了 他只不过是在欺骗你 真没想到 这世界上还有你这么笨的人 那么轻易的就上了他的陷阱 你说谁掉进谁的陷阱 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他说 你总是在他的爷爷面前 说他的坏话 让他吃尽了苦头 你呢 还三番四次地 让他在别人面前出丑 所以 他下决心要报复 他认为 报复你的肉体 不如伤你的心 这样 会让你痛苦得多 你不要再骗我了 余超市虽然任性 但不可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 你不信 好 那我告诉你 你和他的每一次约会 他都有如实地向我汇报 你跟他一起送受伤的车夫去医院 你给他还钱 还有这次 你练习受伤被送到这里 他都跟我说 一个女人 那么轻易地就上了别人的党 也不知道该不该同情 不过依我看来 你也未必真的是被蒙在鼓里吧 你是看重瑜伽的才势 才故意上当了 对吗 说到底还是钱作怪 你这个样子 和在堂子里的妓女有什么分别 人家倒是生活所迫 勇气可嘉 可你呢 你是油爆琵琶 半折面 探目虚荣架震警 你说够了没有 请你马上离开 马上离开这儿 走 我当然会走了 我来呢 只不过是想看看 你这个笨蛋到底长什么样 吓的人就是吓的人 一点你态都没有 乱叫乱飞 是会喜欢你 塑造师会喜欢你 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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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有去吗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来骚扰你休息的 我刚才在街上 看见个同贩 在卖这些布娃娃 好可怜啊 这布娃又这么可爱 我就全部买下来了 陪你做伴 还可以递你消愁解闷 你一直拿我 当三岁小孩红啊 童心未鸣 也是一种福气嘛 看来你还真挺关心我的 我当然关心你了 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对你的心意 麻烦你靠近我一点 让我看清楚你的脸好吗 靠近点啊 我终于看清楚了 不愧是个多情种 你干嘛打我 就算我不听你话 回来找你 你也不应该打我 你生气啊 我就是想试试你对我到底有多真心呢 好 你尽管打 尽管是吧 只要你开心 被你打死我一波后悔 你们有钱人 就可以这样侮辱人吗 就可以把别人的尊严 踩在自己脚下当儿戏吗 你还是不是人呢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居然会想到 利用我的感情来伤害我 我祝贺你 你成功了 我真是拿你当朋友 我甚至还觉得我们俩可以和平相处 我还觉得我们可以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真是可怜 你的好表妹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滚哪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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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少爷 这没你的事 走开 是 你看看这套裙子 好看吗 你疯了 我问你 你在沈子军面前说了什么 你当日跟我说了什么 我就跟他说了什么 我不许你再去找他 你的游戏结束了 游戏结不结束 关你屁事 谁让你多管闲事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滚 你去找姓神的那个蠢货好了 我不准你侮辱他 不准 我真喜欢说他蠢货 怎样 他有什么好 只不过是个吓的人 知道你这么在乎他吗 你再说 你再说 你打我 我不准你这么说 你只要那个蠢女人打我 你闭嘴 你闭嘴 你可说 我不许你这么说 你闭嘴 闭嘴 你再说 你还说 你再说 你再说 你还说 你再说 试试看 试试看的 说 说 闭嘴 再说 快放回来 表上 你报手啊 表上 闭嘴 你 快来人啊 表山莎小姐了 快啊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再说啊 你 表山莎小姐了 救命啊 出事了 你放手 喝 谁人啊 你的 你 说 Eu 那 你 我 我 祝小姐你好 你朋友来了 我先走了 沈寻官这么巧 你也来参加华盛总会的周年舞会啊 不是巧 是我套用了很多交情 才弄到这张舞会的情绪 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人 是吗 朱小姐 能不能赏脸做我的舞伴 好 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做我的舞伴 那你现在岂不是受宠若惊了 说实话 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抱希望 现在有点喜出望外 既然不抱希望 那为什么还要开口 你就不怕我拒绝你出丑吗 如果我不开口 也许我永远都没有机会 可是我开口了 我就会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这个人就是脸皮厚 不怕失败 而且我会 捋败捋战 您知道会失败 还一头扎进去 不是太傻 一点都不傻 起码 我的勇气已经得到了回报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和你跳舞 不是因为你的勇气 而是因为你多次对我的帮助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很愿意为你消亡 而且有时候 我甚至想 希望你多出一些麻烦 这样我就可以挺身而出 为你陪有解难 可以更多次的帮助你 不要再傻了 审讯官 我们 是不可能的 我不希望你有太多 不切实际的梦想 这样对你不好 为什么 是因为 你曾经受过男人的伤害 所以就不信任何男人 是吗 还是因为 我们之间 身份差距太大 你认为我配不上 我可以向你证明 我是一个 值得信赖 和依靠的男人 而且我这十多年来 我一直以你为目标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沈心迟 不出五年 我会让我的女人 引以为我 你干什么 你毛病啊 小冬 小冬 走 我们马上结婚去 冲事 结婚去 冲事 冲事 小冬 冲事 小冬 我们结婚去 走 现在就去结婚 冲事 你别烫了 跟我回去 走 不 我很清醒 小冬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可能去爱那个沈子军呢 不可能 我不回去 不回去 快帮我送他回去 冲事 别喝了 喝多了 我怎么可能认错人 小冬是我最爱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认错是吧 冲事 你快帮帮我呀 别结婚 冲事 冲事 你 你让我 让我想办法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快帮我扶他起来 哦 张来福 老子跟你没完没了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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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来到这儿 一起教训他 三哥 三哥 你们聋了是不是 我说什么 我说教训这个贱骨头 三哥 带你走 碰你个头 我告诉你 老子我就喜欢救护区 管他什么巡官啊 什么老费爷的孙子 你们要是怕死的话 就闪一边去 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货 三哥 三哥 你聋了吗 三哥 三哥 你的一个首长已经差不多废了 你是不是想另外一个首长 也一起打手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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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造反是不是 算了吧 三哥 那个沈尘官已经给我们受的了 何况现在又多了于佛影的孙子 三哥 我们以后还要在上海天混饭吃啊 三哥 就当给姓沈的姓余的一个面子 算了吧 三哥 算什么算啊 老子我咽不下这口气 就从来没有人敢欺负我 哎 你们早上做个决定吧 如果打算和三哥一起对付余佛影的孙子的话 那你们就站在三哥这边来 三哥 形势比人弱 算了吧 你可别逼兄弟们做对不起你的事啊 你们可好了 你们可好了啊 三哥 可常跟我穷穷倒地 现在干嘛 大缩头乌龟啊 三哥 算了吧 算了吧 三哥 什么算了吧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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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三哥 走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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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小帮杠子 姓苏的呢 给我滚出来 滚出来 我还以为是哪条狗 敢在我这里大呼小叫呢 原来是你啊 徐老师 想在我这个码头上撒野 撒野 撒野啊 依我看 你还是别叫苏三强了 你还是叫 苏医长吧 笑什么 想到我什么主意 三爷 这长江后浪推前浪 您靠这座码头 也赚了不少了 该退位了 抢码头啊 有种抢码头啊 废话 这无稳万利的生意谁不想做呀 今天六点 我来接收码头 胡桑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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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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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 我已经拜会过了亲口帮 虎伪帮 山东帮 阳州帮的老爷子 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吗 他们答应我了 不会参与我们的事的 今天晚上六点我还会再来 要是让我看见到时候你还在的话 你自己想什么后果 听好了 晚上六点 来 孙子 强哥 看来这徐老四拉了很多帮位做高山 这让我们输丁我呸 我苏三强就不服气 就是要跟他们拼一拼 去 去找几所有的码头工人过来 是 快 来 跟我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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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哥们儿 大道理你三爷我不会说 但我只说两句话 大家想要有饭吃 就要帮老子我保住江山 三爷 姓徐的可是来势汹汹 我们这帮人啊恐怕保不住你 到时候反拔自己的姓名 对不对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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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趁老子的台你招死了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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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时候最好收敛一下你的威风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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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我们替你卖命 最好不要为难我们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你要保住您的江山 还得靠他们这伙人 不要影响失大 好 老子忍你啊 各位听着 朝廷不养恶兵 只要你们帮我打赢这场仗 我每个人 打赏一个月的贡献 一个月 对你三爷来讲 不过是九牛一毛 可是对我们来讲 是拿命来赌 划算 划算 不行 划算 那你们倒说说看 怎么样才划算呢 划算 最少一个东西 一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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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年就一年 谁 慢着 谁都知道我们这帮包身工 工钱从来不斩手 对啊 管我们十年 我们都不划算 对 是是是 对啊 就是 是是 那你们说你们说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跟胡老板 牵了三年的卖身器 这样吧 如果我们这帮人 替你保住了码头 你就替我们赎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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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你们输了呢 如果输了 我们已经到阎王老子的码头去开工了 你的钱嘛 就可以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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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言为定 你们听着啊 现在你们尽量休息给我养足了精神 今天晚上 就好好给我把那个兴趣的打个稀巴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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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 回家呀 三爷不让我们乱走动 怕流量离系完了 我知道我没办法制止你们 毕竟你们都有你们的想法 借着钱太吸引人了 福哥 这可是我们翻身的好机会 天大难逢 你不应该忘记 糟糕 你就糟糕吧 管他呢 我不赞成用这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小心点 福哥 来福 干嘛这么多喝了 今天不是要假夜班的吗 临时改船机了 不用假夜班 来福 路上碰到子军了吗 他带了饭太去找你了 看来是白跑了 来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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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手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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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紫巾了吗 没有 紫巾 上车 小心 抓住人 把人蹲下 双手抱我头 张来福 许君 来福 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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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彼此太无息 彻底 为你着迷 干干净净 眼神黑白分明 我怎么都看不清醒 不见干净是你完美眼睛 一句抱歉说的深情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即若离是你完美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都随你 一生全面爱着你 一生全面爱着你 陪你演出对手戏 我好不犹豫 不管未来 不管未来在哪里 你的决情和经历 不见干净 不见干净是你完美眼睛 一句抱歉说的深情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即若离是你完美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都随你 都随你